據稱白宮和共和黨的領導人 仍然在商討的新方案 將會分為兩個階段提高國債上限 大約是2.4兆美元 十年之內削減的赤字 數字會勒高於這個規模 第一階段將會立即提高1兆美元的國債上限 第二階段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再提高 這個方案要求國會就平衡政府預算的憲法修正案進行投票 不過兩次提高國債上限都不需要國會的批准 這個方案還要求成立一個由兩黨議員各佔一半人數的專門委員會 負責監督財政狀況 參議院定於今日稍後時間對這項方案進行程序性的投票 如果方案獲得通過 還要舉行最終投票 之後回到眾議院再投票 如果這項方案能夠得到國會兩院的批准 才可以提交給總統奧巴馬簽署成為法律 令美國政府可以避免債務違約的情況 WOW TV 雷正日報道